从事公交行业已经近十年了 之后我也挺喜欢汉服的 在三月底想着 有没有机会穿着汉服开空公车 然后我选用了宋代时期 摊脖 然后把我的那个大袖子 就是捆在身上 这样也不影响我开车 第一次穿的时候 我确实也很紧张 有很多的外地乘客 开玩笑这样 不穿汉服是不是不能来 洛阳了 还有人说不穿汉服 是不是不能坐公交车了 这样的乘客 有人专门从座位上跑过来 给我拍照 打招呼说 哇你好漂亮呀 弄得我好开心 我在五一期间呢 然后我可能会 穿一些更多漂亮的 展示 同时公交行业已经近十年了 之后我也挺喜欢汉服的 在三月底想着 有没有机会穿着汉服开空公车 然后我选用了宋代时期 穿脖 然后把我的那个大袖子 就是捆在身上 这样也不影响我开车 第一次穿的时候 我确实也很紧张 有很多的外地乘客 开玩笑这样 不穿汉服是不是不能来 洛阳了 还有人说不穿汉服是不是不能坐公交车了 这样的车客 有人专门从座位上跑过来给我拍照 打招呼说 哇你好漂亮呀 弄得我好开心 你在五一期间呢 然后我可能会 穿一些更多漂亮的展示 您下载中天新闻网APP了吗 请教官要跟您分享一个下载中天新闻网APP 非常关键的理由 有中天有真相 只有中天不畏全是敢说真话 请您立刻下载中天新闻网APP 跟我们一起说真话守护台湾 多一个下载 多一个力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